三年前这只喜羊羊意外走丢 没想到今天他穿着一身大棉袄回来了 但是看着他此刻一脸憔悴的样子 肯定是被这厚厚的大棉袄折腾坏了 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 工作人员准备今天给他做一次脱衣手术 毕竟现在是炎热的大夏天 再不帮他一把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活活地捂死 而他此刻捂着大辈子傻傻地站在原地 让我很是好奇他扒光衣服后会是什么模样 这时候工作人员已经拿来了电动剃毛刀 正在手拿把掐的使劲薅羊毛 这种大把大把剃毛的感觉 让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痛快感 对此朋友们是否也有同感了 没想到工作人员这时候竟然拿来了一把剪刀 非常吃力的一点一点给喜羊羊剪衣服 难道这些人就不知道累吗 原来是电动剃毛刀工作超负荷 现在已经在充电的路上了 毕竟喜羊羊这身由衷带泥的衣服 不是一口气就能剪完的 好在剃毛刀经过一小时的充电后 现在已经加入到了战斗中 而喜羊羊的衣服此刻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看着她很听话的一动不动 说不定内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毕竟这么厚的大棉袄包裹她三年 一般的绵羊肯定早就累趴下了 转眼间经过工作人员长达三小时的努力 此刻喜羊羊的衣服终于被扒光了 从这名女子吃力抱起羊毛的表情来看 这一坨应该足足有四十斤左右 对此朋友们感觉有多少斤呢 喜羊羊此刻终于摆脱了沉重的大棉袄 看她此刻轻松自如的样子 说不定还真能一蹦三尺高 而且我坚信喜羊羊在以后的日子里 她再也不会离家出走了 对此朋友们怎么看呢